你好,戰爭女神 我是白馬王子 你要不要騎著我的寶馬 對,騎著我的寶馬,我請你走 真的,有寶馬就得到女神了 Yo,大家好,今天我們要玩一隻新的網頁遊戲 近來我們不知道是迷上的網頁遊戲 這遊戲叫什麼?女神聯盟2 很多女神的 這遊戲是玩女神的 玩女神的 聯盟2,OK 這遊戲也是Facebook推薦最佳的 武力遊戲,所以絕對是值得使用 一開始就要先創國式名 好,我暫時叫做 抽熱源咪咪套 可以選擇女國或是男國 一開始就有召喚英雄 也是有一個拆手抽 可以抽到不同的英雄 一開始就有什麼 可以獲得藍色和紫色英雄 全部都是女神 抽女神 OK 看一下我們先抽什麼女神 帝國的領土寸步不讓 為何是帝國的士兵 可以獲得紫色和橙色英雄 還可以高級自援 高級自援 有可能是可以獲得紫色和橙色的英雄 紫妝和橙色的英雄 紫妝都很厲害 這裡好像在不進去 OK 是紫色的 其實一開始就抽到 烈焰女神 和帝國書位 如果大家想抽更加性感的女神 看看我等待的 人品如何 一關人打墮天使 果然是女神 要由女神去代言 自從食骨女王被封印之後 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過 這麼多獸人在皇國附近出沒 秋葉園 咪咪圖 我們的名字很害怕 很怕食骨女神已經從這個封印到 如果他不讓我跳過就好 我倒得太慢了 如果這樣的話 新的好竹女神 戰士 自鬥啦 為你而戰 我的女神 我們一開始 就是先打半獸人 OK 新英雄登場 就是墮天使 每次出一些新的BOSS 或者新的敵人的時候 他都會介紹一下 這個不錯 墮天使 是來自風暴大陸 這個遊戲裡面 有分為三個國家 三個大陸 這個風暴大陸是其中一個國家 OK 又飛了 不要緊 每過一關 其實他有一個寶箱 其實 都很容易升上去 因為我其實都玩了不太久 很快已經是十幾 差不多二十幾 點擊頭盔圖標 查看英雄界面 OK 英雄的升級方法 也是突破的方法 就是集合這些 碎片 然後儲齊就可以突破 也是好像 每一次突破都會加 不同的屬性 好了 來了 大佬了 恐怖的槍手 竟然 作咒為虐 這個就是BOSS 好大條龍 這個遊戲 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BOSS fight 你看到 打黑龍 哇 高到這樣都可以 OK 開大技 我免得 我怕大家不開會死 現在我 血球很多 咦 沒事啊 哇 秒殺了他 三星 OK 然後我要升級的話 我就是 用這些 經驗卷軸 其實你每一次 抽到新的角色的時候 可以很快 跟進度 哇 我聞到一些 很邪惡的味道 是嗎 哇 這個是 這個不是 DUNBILLITO 為什麼DUNBILLITO 都來 女神亂不義 DUNBILLITO DUNBILLITO 然後我覺得 這個遊戲 以網友來說 都算是不錯 你看到畫面 OK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 還可以選一些 Hello 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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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真身就是 沒錯 是 二十二雙的笑波子 沒錯 那 你看到我 這個十九 開始 其實 我已經可以玩些什麼呢 我已經可以跟別人PK 因為這個遊戲 有PK戰 經濟場 那我一開始跟別人PK 我是輸到嘔吐 你看到 第一名 你跟第一名挑戰 你真傻 你看我多少戰力 你看我多少戰力 我只有十四萬戰力 第一名 我只有五百多萬戰力 嘩 真心想 人都瘋 其實那隻東西 雖然跟我差不多 但那隻東西都大很多倍 哈哈 其實下面那些 就是你可以隨機挑機的 如果你不喜歡 不喜歡他 覺得他太厲害的話 你絕對可以換一批 換一批 但現在我其實 我夠抽的 我十四萬 我試試挑一個 我挑 我挑 我就挑你 冰龍女神 看你綠綠綠 那麼囂張 挑你 挑你 好 那看到 他戰鬥的時候 你也可以調 自動戰鬥 加速 如果你不想 自動 不是他很自動 如果你不想加速 想看慢一點 你也可以關掉 OK 那我就覺得 速戰速決 對嗎 Time is money 速戰速決 好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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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 我不是很噁心嗎 因為我其實有一隻 金色 不是橙字 或金字 我叫他金字 也不止一隻 有三隻金字 對面一隻金字都沒有 那其實那些金字 沒錯 就是抽回來 或者你可以說 認識VIP的時候 你也可以 這些蠔買回來 OK 那我就 是啊 沒錯 你就氣慾了 有玩的遊戲 那些人都會很期待我 究竟今集 這個 五十抽 我要五十抽 究竟抽到 這五隻 金色角色 會不會多過一隻 金色角色呢 因為他十抽 其實就一定 必中一隻 金字 OK 來啦來啦 召喚十字 呼嚕射手 OK 咦 OK 紫色的 閃電 閃電幽魂 OK 我就看一下 第一隻 金字 是 星界獵者 哦 輸出型的 OK 玩弓的 看看有沒有多隻 喂 沒有啊 哈哈 不要緊 OK 第二次 二十抽 第二次二十抽 第二次二十抽 好了好了 這次做什麼 魔法羅莉 魔法羅莉 有點像小紅帽 拿著波板檔的小紅帽 魔法羅莉 OK 紫色 欸欸 會不會就是橙色 啊 抽到光明散絲啊 哇 真正的女神中的女神 OK 哇 你看到樣子就像 副作原英雄 OK 你能請我吃棒嗎 又是你啊 魔法羅莉 哈哈 OK 那第二隻魔法羅莉 咦 又出了大劍士 其實大劍士 一開始你也會有的 所以其實它會自動 變成一些 魔法值 你看到魔法值增加了 那如果魔法值可以 存到一千的時候 你就可以 直接高級召喚 獲得你喜歡的 其他一個指定的英雄 OK 好了 再抽 三十次 哇 我還沒五十抽嘛 是嗎 我給大家看看 哇 這個是什麼 功夫Panda 哈哈 有點像功夫Panda 這個 天禪守衛 OK 是不是算是Tank型呢 對啦 防守型的 有沒有其他 有沒有其他 哎 小聲一點 喂 賞金獵人 都可以 指式來說 賞金獵人 都算是高攻的一個劍手 好了 我們再抽 現在第幾抽 啊 啊 總之抽到沒有 我預計過 我的 我點 應該是剛剛好抽 喂 狂暴之爪 喂 輸出型 哈哈 OK 拿虎頭 應該是高攻 特別 精靈族的復興 咦 喂 兩隻金色 哇 這次我真的算人品高 OK 不是金色 是橙色 OK 我經常覺得這個橙字 基本上是金色 我叫金橙 橙金 橙金字 嘩 都算不錯 我再抽 再抽再抽 哇 橙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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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貓法師 他像狸貓多於紅貓 哈哈 好了 紅貓法師 下一個呢 喂什麼 哎 戰爭女神都出來了 OK 嘩 我差不多最強的女神都抽到 差不多 嘩 這個遊戲 嘩 總有勝利女神 嘩 嘩 真是不是開玩笑 天佛 嘩 天險天勞 嘩 嘩 真的這個遊戲 嘩 嘩 哈哈 整隊女神任我玩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這次是血之女神 血之女神 你見過我的王子 美人魚 哈哈 哈哈 OK 美人魚都抽到 就沒有就沒有 橙子 橙子 哎呀 都是上金獵人 OK 看來我就抽完了 五十抽 嘩 五十抽中了這麼多 嘩 這麼多女神都真是 嘩 勝利二回 嘩 等我慢慢玩一下我的女神 不是不是不是 慢慢 吊一下我的女神先 吊一下位置先 OK 那大家看到其實右邊這個什麼緣分呢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緣分系統呢 其實這個遊戲也是 幾個特色的東西 那其實呢 他就是 例如主角 他的緣分系統就是可能配備什麼裝備的時候 就會加什麼攻擊或者是防禦的屬性 那其他人 其他角色的時候你見到緣分呢 他就是 如果跟那個銀龍公主要跟那個冰箱女神一起出陣的話 就會增加生命值15% 那其實這個呢 就是一個配搭 組隊上面有加成效果的一個系統 我覺得其實都不錯 光明所到之處 就是你起碼要組一隊呢 更加強的互相配合才可以 發揮到更加強 發揮到最強的效力 那這個遊戲呢 還有一個坐騎的系統 那一開始呢 其實你可以騎這個 是不是啊 戰馬了 一開始呢 白馬王子 你看看我 是不是很FM 白馬王子 你好啊 戰爭女神 我是白馬王子 你要騎一下我的寶馬 對 騎一下我的寶馬 我扯你走 真的 有寶馬 就得到女神了 OK 然後呢 我還可以unlock到這個英雄的試煉 沒錯 十九呢就可以打這個英雄的試煉 那他打完之後呢 其實就得到這個叫精通石 那精通石其實呢 可以用來升你的助騎 你的騎術 你看到嗎 你用一個 再升就可以加十經驗值 然後我再升上去呢 那他又會全餘生命值又可以加了 攻擊啊 防疫啊 發疫啊 或者是敏捷 全部都會加的 OK 那我現在呢 打這個 這個 啊 精通石的 OK 那除了精通石之外呢 也可以unlock 例如打這個精煉石 金幣 神魂 其他東西的 不過你們要先去等級 現在我暫時還未夠等級 所以我現在就先打出精通石 對吧 我可以挑戰什麼 我一開始已經挑戰完這個獵業女神 現在不如挑戰一個 狂暴之爪 OK 我相信應該沒什麼難度 狂暴之爪 藍色的怪物 不要輸了 喔 小波子失敗了 那 沒錯 不如我召開一班公會 如果大家是想入的話 歡迎大家入 OK 那 我創建公會 OK 我又創 我發覺玩了很多遊戲 我都創公會 不過當然是 各位波友如果想入的話 當然是 歡迎大家入 一起玩 波友亂問 對 直接開到波友聯盟 那現在開的話 你到三雅雷就可以參與 這個公會的BOSS戰 其實這隻遊戲 我覺得 都算是玩到三雅雷開始 就越來越多東西 玩越來越好玩 所以 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可以領取工資 OK 進了公會可以拿到 28萬領取工資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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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連身送的 OK 這集已經玩了很久了 我想這集有這麼多 沒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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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特別有癖 的人 也不是 OK 這集遊戲也可以變成男神 如果這個主角非常有型 OK 好像XO跳舞 馬上變成男神聯盟 我記得 搞人家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讚 訂閱 歡迎大家可以試玩一下 連結就放在下面 這集是網頁遊戲 所以其實就不需要下載 如果你知道一部電腦 可以上網 其實你已經可以玩了 OK 最好提醒大家 這個遊戲現在的活動 就是送裝備 送你這個審判的裝備套裝 6月30號前 大家輸入最好的 LOA2HK 就可以拿到這個審判裝備套裝 你看到剛才 我是沒有裝備 我是輸到哭 OK 你明白這個裝備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你要搜集女神之外 就是做兵 不是做兵 就是要奉獻給女神之外 亦都要奉獻你的裝備 就是那些LV手袋 不是不是 不是說說說 OK 一起玩一下女神 我們下集再見 我是Dabotski 拜拜 Pet Larger 你吃辣椒 你摸我第一種K 就會大顆一點